而延续刚刚的话题 其实刚刚也讲到 外资现在其力畅空美元 只只要大家不想要美元 但是其实很奇怪 也相当矛盾 我们从银行之间的 隔夜拆款利率来看的话 台面下大家抢美元 可是抢疯了 因为按照这个趋势下去看的话 美元长线来看 有可能会出现大反攻吗 证据在哪里 就带你来观察一下 美元的隔夜拆款利率 最近可是一飞冲天 今天可以观察到 最近在直线的飙升 而且最高还来到了31.2 那这为什么 如何来观察一下 为什么最近隔夜拆款利率 会出现这么大的飙升呢 而且还创下去年 2月22号以来的新高表现 而哪个是隔夜拆款利率呢 其实定义就是 伦敦银行之间 同业的拆款利率呢 减掉了隔夜指数的交换利率 这是要用来衡量 银行之间的放贷意愿 所以在这里 利率呈现飙升 就代表着目前看到了 市场上的资金 是相当短缺的 所以导致于这个利率 才会一飞冲天 而为什么 其实美元 竟然会出现短缺 而又在外资 持续的畅摔塌的时候 竟然会出现短缺的情况呢 这个源头 竟然就出在 美国总统 川普的税改身上 因为别忘了 它大砍了企业税 不只是苹果的美国大厂 磨刀过磨 要把钱汇回美国 就连我们的鸿海 还有台塑等等 都跑到了美国去设厂 要把钱搬到美国去 全中观察一下 在这里呢 为什么美元会出现 短缺的情况 川普总统 我们印象很深刻 其实在去年底 正式通过了税改政策 而且把企业税率 从原先的35% 下调到21% 也要美国变成了免税天堂 因此很多的市场的企业呢 原本先前在海外 有非常非常多的资金 他们想要汇回到美国的意愿 也跟着提高了 所以因此要把资金换为美元 也会带动了相关美元的需求 所以美龄就表示说 企业汇回海外资金 重要性是不容置疑 但是冲击呢 也已经慢慢开始显现了 那其中可以观察到 如果美元的流动性趋景的话 到底会造成哪些影响呢 没帮您整理出来 最近可以观察到 流动性紧缩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呢 其中可以观察到 就过去经验来看的话 如果短期融资活动 受到了挤压的话 就会由部分的市场呢 出现硬生的断裂 其中观察一下 像是风险资产 就很容易受到影响 因为无担保利率的市场 会首当其中 恐怕会拖累到 其他的高风险资产 不管是股市 不管是高收益债等等 都有可能会出现波动 另外可以观察到 美国股市方面 是不是也会首当其冲呢 就是因为市场上的资金不够 大家会不会卖股票来换钱呢 导致于股市有一些崩盘的疑虑 也是目前还要再关注的焦点 再来债市方面 像是瑞幸证据也提到了 美国企业将海外的美元资产 大部分其实都不是现金 也都投入到美债或者是银行债 所以如果他们想要换回现金 会回美国的话 势必这些债券呢 是不是也会遭到了抛售 也是一大关注重点 所以最后再帮大家 简单的做个结论 因为外资机构 虽然现阶段畅空美元 但是其实牌面下的资金 却没有那么简单 因此有这四大理由 可能会让美元的多头 蠢蠢异动 其中观察一下 刚点到了川普的减税效应 让企业的海外资金呢 渴望能够汇回到美国 带动了美元的需求 另外可以观察到 FED今年渴望能够加速升息 还有缩表的情况 都渴望能够带动美元的走升 还有就是美元先前 本来就跌多了 现在就位于相对的低倒 所以走升的几率也是相对高的